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阿曼警察总部就在班迪谷国会选区 三位候选人也到现场 持过总经长福姿在投票后 展示已经沾上墨汁的手指 他称超过11万包括已经退休的警察可以投票 他相信投票率会超过95% 可能比较95% 可能比较95% 可能比较少 相信大马的邮寄选民 近期应该陆陆续续拿到选票了 但是西蒙巴达林在野国籍候选人马利亚成揭发 他选序下的每单花园周议席 出现87个有问题的邮寄选民资料 占了当地邮寄选民总数509人的17.1% 他说 最照截至5月1号的选民册资料显示 87个有问题的邮寄选民资料当中 都是投票日的工作人员 当中 有71人的投票地点不符 15个的大马卡号码不符 以及一个名字不符 意味着有关选民可能使用邮寄方式投票后 再前往另一个地点进行投票 一人投出两票 此外 北马区也发生类似事件 新门共政党亚罗士达国籍候选人曾敏凯也揭露 学委会原先打算寄出2352张亚罗士达国籍邮寄选票 不料在邮寄前被他在场的监票员揪出 有766张选票是重复邮寄给同一个人的 让他严重质疑选委会的公正 两人抨击选委会难辞其咎 并促请该会 趁还有几天时间做出修改 确保这些有问题的选民资料被纠正 最后有巫统的消息 三名巫统元老敦达英 来世雅丁和拉斐达 最近公开力挺西蒙 更出席西蒙的活动 如今巫统终于忍不住了 在昨晚通过发函通知 将三位元老一并开除 东国安南早前表示 无法忍受元老胡言乱语 并不排除采取纪律行动 因此在经过一番调查 及获得短片证据后 巫统认为三人忘恩负义 决定开除党籍及时生效 今天的五报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